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不过这个触感也太真实了吧 看样子你在梦里对我吹仙已久啊 你 你怎么会在我家呀 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你应该感谢我及时出现 不然你小命都难保了 还好我房子没推租 金窝赢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不然我就无家可亏了 我还是去吃咱们小吃 我你也不吃咱们的 你吃咱们的小吃 但是看了你的蚊子 让我坚信了蚊子的魅力 那些甜品在你的笔下都有了生命力 让人看完不及心情都跟着好了起来 我已经决定复读了 期待在未来 自己也可以成为你这样 用蚊子带给人力量的人 追妹小妙招 病人需要温暖需要安慰 嘴甜一点 她肯定就原谅你 和你乖乖回家 家里的药都过气了 给你换了新的 还有补充了一些维生素 要按时吃 哥 你回国就是因为这家店 走 这就是死位的呀 这 装修的什么呀 姑奶奶 行走江湖嘴下留情 免得哪天我不在了 被人打 少吓唬我啊 这一路上拍了好几个帅哥 得赶紧上船了 姐妹们都在嗷嗷待不得 等着我呢 明天和我来店里学习 不要 好不容易回国一趟 我得好好玩两天再说 你玩你玩 那这个月的零花钱就 别呀哥 我去 我来还不行吗 可惜了 还以为能省笔金 还以为当区负责任能大方讯 启 相信 驾驶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找你约会啊 我去 等等我 又是美好的一天 开工 怎么昨天没给我发出你的情况汇报啊 真是一天都没得歇 怎么样 说吧 弟弟 跟姐姐比 你还是嫩了点 叫声哥哥 我可以考虑 给你放水 不用了 直接来吧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吧 好 深藏不漏啊 不然你以为 肠默的拳 是跟谁学的 好久没打拳了 这么一来感觉压力都没有了 谢谢你啊 没事 只要你想 随时奉陪 你好 请看一下我们店里新出的新品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啊 不用了 那还是上那家吃呗 走呗 好 喂 我跟你说 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甜品店 我买了好多 现在去找你啊 看看 拍这个吧 这个挺好看的 好 班长 老大 老大老大老大 我在Sweet 看到江思航了 你确定看清了吗 不会看错了 这才几天呢 就跑去Sweet邀功 老大 我看你是信错了人 断闲吗 一个在这儿站着 好玩吗 这店就我一个人看 走走走 我就说吧 你坚持不了一个月 别说了 走 这好像是您哥说的吧 哪边啊 啥 哪边 四海 你这一年过得好吗 挺好的 对了班长 你跟李沫怎么样啊 李沫 我和他现在没怎么联系了 你怎么突然问起他了 没有 之前你们两个 不是一起出国了吗 我还以为你们在一起了 你误会了 出国是我早就准备好的 在我的计划完成前 恋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 但是现在 我的计划已经完成了 子涵 这次回国 是我主动申请的 有些话我等了一年了 我想 班长 之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咱就不再提了 那个 先恭喜你 成为Sweet品牌的区域经理 厉害 你也很棒 你也很棒 能遇见就已经很好了 我们以后 常去 好啊 老实差就是麻烦 我知道了 你没长眼睛 对不起啊 那个 借轿个店叫Soul 我是那儿的店长 你去那儿找一个叫白冰的人 有什么赔偿事情你跟他说 等一下 我都不知道Soul是哪儿 万一你骗我 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电话 这儿可真是卧虎藏龙啊 竟然又比我哥还帅的呀 这些都是你们店的新品吗 对啊 很好吃的 你快尝尝 嗯 喝水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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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人赃去 我能将做是我的醉吗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 哥 哥 哥 你们认识啊 小朋友忙忙躁躁的 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大学的班长 我俩今天也是刚遇见 别误会啊 久仰当面 班长啊 似乎去负责人韩慕舟 韩先生 那个班长 我们俩今天突然有点事 我先走了 咱们下次再联系 不着急 韩先生你好 我是隔壁寿命店的店长陈牧 我进来呢 正好想跟您探讨一下 你们家甜品 复制衫梯的事情 什么复制衫梯 你在说什么 这么着急回去 是着急给瑞瑞做饭吧 瑞瑞是我儿子 见笑了 儿子 你们结婚了 你们结婚了 不是不是 怎么可能呢 那个 孩子饿了 他不是 班长 我那个 我下次再跟你解释啊 哥 他俩 我看不像 那就行 要不然就打消我课CP的积极性 又是你那些奇奇怪怪的CP啊 你不懂 我这是为那广大寂寞少女的内心蒙福利 随便你怎么批 只要别把我批上了就行 长沐 你这样有意思吗 你随便拔避别人的创意有意思吧 不是 创意那也有撞梗的时候是不是啊 你怎么知道是人 万一是巧合呢 好 我承认 这个事业上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巧合 但白别调查过 在此之前 有一个小号 给Sweet的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里面是我们的配方 我可没有小号 我没说是你 那你为什么当着大家的面 说你不相信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相信你 就是有啊 反正 反正当时我那么着急给你送笔记本 你怀疑我 我当时可生气可委屈了 而且我到现在也没打算原谅你了 你要没什么事 我先走 瑞瑞最近怎么样 特别不好 对 要不你回来看看她怎么样 好 小爷 你终于回来了 瑞瑞好想你 小爷 想瑞瑞 小爷看看 真乖 瑞瑞是因为见到了你 所以一下就好了 今晚刚爸和小爷 又可以一起给瑞瑞讲故事了 瑞瑞 小姨这两天有点事情 就不能去干妈家了 小爷 你是打算抛弃瑞瑞吗 当然不是了 小姨怎么会抛弃瑞瑞呢 那要不 瑞瑞这两天去小姨家住好不好呀 不好 我要在干爸家住 那 那行 那瑞瑞在干爸家乖乖听话 小姨一有空 就马上来看瑞瑞 好不好 好 来 够 上吊一百年不许一遍 小姨走了啊 走了 小姨 小姨 干嘛有话要跟你说 回去路上 住 注意安全 知道了 心也照顶好热 穿着外套 早已不太学乎 去年风曾摸挂不到这 定能回忆拉扯 我的手心 只剩一点雨热 要不 我们再玩点儿其他的吧 要不 我们再玩点儿其他的吧 咱今天就先闹这儿吧 我还约了人 其实我都 李锦阳 我是看在工作的份上 才答应跟你约会的 从今以后 你依旧是我弟弟的好朋友 肚子好痛 你 你怎么了 我肚子疼 头还晕 我送你去医院 不行 我 应该是最近 因为公司 为你工作 疯狂皆失 吃坏了胃 没事的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应该能在 我晕倒之前 找到一家餐馆 我扶你过去 不行 不行 我不能耽误你跟别人 闭嘴 我今天去看瑞瑞了 她很好 放心吧 好啊 我知道了 那你呢 你好吗 我很好啊 你放心 看不出来你哪里很好 我跟你说啊 在乎呀 就要说出来 有问题呢 就要去解决啊 我这里信号不是很好 我先休息了啊 姐 拜拜 请吃饭 送个包包 店完成 装并博去同情 这倒是不能装 这有什么 毫无诚意的俗办法 只有李景阳这种傻子才有意义 小鱼童 我可以问你一点私人问题吗 可以啊 不小心做错事情惹人生气 虽然道歉了 但不知道她还想不想回来怎么办 用心 怎样才算得上是用心啊 如果你想谎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并且更进一步发展的话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起做一件 对你意义非凡的事 让她走进你的世界 只有了解 才能让彼此更亲近 爸爸妈妈 这人好想你呢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们一起做个甜品吧 小姨 你该怎么会要拒绝吧 怎么会呢 小姨怎么会拒绝我们芮芮呢 那我们开始啦 那芮芮呢 负责剥草莓 好 像这样 小姨帮我把鸡蛋 分成蛋黄和蛋清好吗 好呀 ift to be gentle 但我们试试 相侮不断 想和你做一遍 每条长街 牵着手 路灯 虎鸣 湖面 有你的长街 都舍不得翻月 我多想把时间冻结 你说最最最喜欢慢慢呈演 我的爱爱爱太一从不胆切 有你陪伴的每一个季节 风都更温柔一些 晚风吹过点点星光漂浮的夜 小姨你要吃最爱葡萄家 我们都要想了你 是年二王了 小姨想醉醉 亲一个 是啊 四海 我一个人带瑞瑞带着手忙脚乱的 家里没有你真不行 咱们爸可笨 没有我再吃的鸡蛋羹都快做 真的不行 小姨看看啊 明明正给我们最为饿瘦了 那小姨就只能 免为其难的回家了 终于和好了 小孩不易啊 那个 你们两个看看这个甜品 你要怎么分 我帮你们刺 那肯定是我一个人的啦 我是小孩 我应该多分一点 就不 这是干嘛给小姨一个人做的 以后再给你 咱们还拍个照吧 咱爸能不能笑一下呀 好 来啊 就倍 一 existential 一二三 你干嘛 我 你拿水啊 妈妈 我刚刚刚和小爷爷看完故事书 现在准备睡觉了 好 给妈妈发过去 好 她回来 好的 睡睡晚安 妈妈小鸟 妈妈我也想你 晚安 好嘞 我给你买了摄像头 你不给我密码也就算了 你就不能主动给我发几张我儿子的照片啊 不给你找着呢吗 看起来心情不错 有什么好事 找着媳妇了 这男人啊 老了也不好吵 你这老是脱子也不是事 你还真打算一辈子不结婚啊 没那个福分 也不想耽误别人 我看你们这一家三口挺幸福的 但我儿子就没有一张单独的照片吗 我明天给你拍 看来芮芮在你那儿玩得很开心啊 我也确实得努力把她妈妈给哄好了 你想好了你就抓紧 没有人在原地等着你 啊 这话我也送给你 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芮芮小姨啊 你看你照片笑得那么开心 这还是你 挂了挂了挂挂挂挂挂挂 这种问题叫我怎么问得出口啊 太残忍了 大人吵架 受伤的永远都是小号 怎么睡觉不关灯啊 沐芮还小 你就再坚持一年 行吗 放我求你了就一年 她就是个累赘 我才是那个累赘 你不是累赘 你是我老婆 你是沐芮 你是玉的妈妈 她们需要你 我是累赘 我是累赘 我就是那个累赘 我就是那个累赘 让我去死 让我去死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做幻梦啊 我睡觉不关灯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路过 看见你这没关灯 我就顺手给关了 我睡觉不关灯 不好意思啊